经过刚刚几轮精彩的对决之后 我和哲铭哥呢 我们分别赢了三次 而杜梁哥喜提一次 恭喜 那么接下来 我和哲铭哥呢 将会分别为两位哥哥 来挑选一个小小惩罚 我也有啊 毕竟和我们差那么一下 我选一个这个 你选一个 我们两位任意挑一个 我选小奇的 好 三二一 很好哎 这个真的像热身一样 这能叫惩罚吗 对啊 一个五后面加个零吧 看你是什么 搞不好跟你换 做鬼脸三 你这个是什么东西 不要拿这个好 好吧来吧 深蹲啊 我最近刚好也是要做这个运动 因为在腹肩我的膝盖 你慢慢来 这样分身的吧 对对对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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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 二 五很标准 三 听到吗 不要卡 对啊 听到了 四 五 五 听到吗 听到了 膝盖还是不好 好 ok 今天的附健有做到附健有做到附健有做到 我不太知道做太多鬼脸啊 看哪边 他说啊我不太会做鬼脸看哪边 哈哈哈哈就看哪边赶快结束吧 来鬼脸一 鬼脸二 鬼脸二 鬼脸三 我想不到 给我建议一个吧 这个球吗 嗯 嗯 嗯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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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刚刚玩了这个神石卧底的游戏 想问一下哥哥们平时有没有玩过一些 和表演有关的小游戏 我们在拍野爱为盈的时候 就是玩一些剧本上 因为很多时候一些大场面可能等待的时间比较久 大家能凑到一起的时候就开始每个人阐述一下 然后就稍微演一演 我喜欢密室 密室算吗 有时候也需要小演艺一下 也要演艺有演艺 我是那种狂魔你知道吗 我人生玩的第一个密室就在长沙 然后在长沙玩了一个恐怖的之后 就开启了我的全国巡回密室之旅 就中毒了一样 每个都要去 尤其是恐怖的 要不要一起 主要我胆子太小了 我很松 没事 我是你叫什么坦克是不是 坦克 我照了你 哦呦不得了 哦呦 可恶 那各位哥们 比如说之前在你们演戏的时候 有没有让你们印象特别深刻的场景 笑场啊 紧张的场景 我特别容易笑场 就是不能太熟 越熟越容易笑 所以拍戏很难不熟 因为拍戏都会大家一起相处一段长时间 然后他们就是很爱弄我 然后他们只要拉背都会这样 很不正经的跟我对戏什么的 啊 明白 比如说我也可以弄他们 但是他们都很会忍嘛 然后每次都是我不会忍 所以我都一直疯狂笑场 你们遇到这种事情会怎么忍住自己啊 这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强信念感 就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或者是很突发的 很容易笑场的时候就 其实手里一直插在口袋里掐自己大腿 让自己痛一下 或者是最开始拍 哭戏 或者怎么样 需要一些外力 然后就使劲去掐自己大腿 让有痛感 可能会激发一些 这样子外部的东西 会把自己掐到痛到哭啊 对 太疼了 有些时候 回去发现郁青 周皮 后来其实慢慢的 你习惯了那个环境下 比如说要去拍一些 可能清淡很浓的戏 或者是需要一些爆发的时候 可能从那一天 早上就会减少跟 剧组其他演员的一些沟通和交流 这样让自己沉浸在那个环境里